交點一,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圖形 第一點,將二元一次方程式ax加by加c等於0 表示成坐標平面上面的一條直線L 則直線L可以將坐標平面劃分成兩個半平面 第二點,如果我要討論不等式與半平面的對應關係 那無論題目給定的一次條件或是我們自己做圖 我們都可以在坐標平面上先得到直線L的位置及其走向 那在判斷不等式與半平面的對應關係時 我們可以從x的係數或是y的係數來做判別 那在這邊我們先以x係數為例 如果x係數是大於0的,則不等式大於0代表的是右半平面 不等式小於0代表的是左半平面 所以相反的,如果x係數是負的 那不等式大於0代表的是左半平面 小於0代表的是右半平面 那同學也可以從y的係數來做判別 那判別的方式也是類似的 如果y的係數為正,那大於0代表的是上半平面 小於0代表的是下半平面 那如果y的係數為負 大於0代表的是下半平面 而小於0代表的是上半平面 第三點,在做圖的時候 如果不等式是含等號的 那圖形的邊界我們會以實線來表示 那如果不等式是不含等號的 那圖形的邊界我們會以虛線來表示 那以下的便利貼我們來看一下兩個例子 第一個,如果我們要畫出2x-3y大於等於6的圖形 那首先我們可以在做圖平面上 先畫出2x-3y等於6的圖形 那這條直線會通過30跟0-2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斜率為正的斜直線 那接著我們來看x係數是大於0的 所以不等式大於的時候代表的是直線的右半平面 那如果討論的是y的係數 y的係數是負,所以大於代表是直線的下半平面 所以總結不等式2x-3y大於等於6 代表的是圖形的右下半平面 第二,如果要畫-x加2y大於等於4的圖形 那我們一樣先畫出-x加2y等於4的這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會通過-40跟02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畫出一條斜率為正的直線 那因為x係數為負 所以大於代表是直線的左半平面 那如果討論y的係數 y的係數為正 所以大於代表是上半平面 所以總結 不等式-x加2y大於等於4 它要表示的是直線的左上半平面 縮立 縮立A 如圖直線L的x結距為-3 y結距為1 2分 求包含鋪設部分以及直線L的二元一次不等式 第一個步驟我們先求直線L 由題目給定L的x結距與y結距 我們可以將直線L先以結距式的形式表示 x結距放在x分母 y結距放在y分母 那接著將這個方程式化解整理後 我們可以得到直線L的一般式為 x-6y加3等於0 第二步驟我們來判斷圖形的方向 那因為我們上面所求出的直線L方程式中 x的係數是正的 那在鋪設區域的範圍是在直線L的右下方 所以我們可以判別 二元一次不等式為x-6y加3大於等於0 交點2解區域 第一點二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在座標平面上 滿足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半平面內所有的點 皆為二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其中當xy坐標均為整數的時候 我們稱這個點為格子點 第二解區域 在座標平面上 我們先將數個二元一次不等式做圖後 我們取它們交集的區域 我們稱這個區域叫做解區域 縮立 縮立A 在座標平面上 畫出這一組連立不等式的解區域 並且計算解區域內的格子點有幾個 首先我們可以在座標平面上 分別將四條直線各別畫出 並且判斷不等式所在的半平面方向 第一條直線為3x加4y等於12 這條直線會通過40跟03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這條直線出來 接著 第二條直線4x加3y等於12 會通過30跟04 畫出第二條直線後 我們可以解點力 求兩直線的交點坐標為7分之12 7分之12 因為這兩個不等式 它們的不等號都是小於等於 所以我們要取的半平面 都在斜直線的左下方 接著 第三個不等式跟第四個不等式 它們表達的範圍是 x軸的上方與y軸的右方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得到 這四個不等式的解區域為這個四邊形 接下來我們來判斷各式點 首先如果我們以y座標來討論x的範圍時 我們先以兩直線的交點坐標 y座標等於7分之12當作分界 如果y座標比7分之12小 待會我們會將y值代入4x加3y等於12 來確認x座標的範圍 如果y座標大於7分之12的時候 我們會將y座標代入3x加4y等於12 來確認x的範圍 首先我們先將y等於0代入4x加3y等於12 可以得到y等於0的時候x等於3 所以x座標可以等於0到3 接著後面都以詞類推 當y等於1的時候 我們可以求出x座標等於0到2 所以在圖形上我們可以得到這些格子點 接著當y等於2的時候 因為y等於2已經大於7分之12 所以從y等於2開始 我們必須將y座標代入3x加4y等於12 接著我們可以求出x值會等於0到1 所以最後當y等於3代入之後 可以得到x值會等於0 那從圖形中我們可以得到 解區域內的格子點總共會有10個格子點 範例是 設A為一時數 已知在第一項線內 滿足連力不等式的所有點 所新增的區域面積為5分之213 求A的值 首先我們先設A等於0的時候 當A等於0的時候 解區域為三角形 而且是最大的三角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將兩條直線解連力 可以求得交點座標為5分之42 5分之14 接著我們可以將這個最大三角形的面積求出 答案為5分之17 比題目給定的5分之213的面積來得小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A必須要大於0 另外第一個不等式它的x結距為A0 第二個不等式x結距為140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A的值必須小於14 所以取交集可以得到A必須在0到14之間 接著按照這樣的條件 我們可以將它的圖形畫出來 這個時候解區域會是一個四邊形 所以我們要求這個四邊形的面積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大的直角三角形 扣掉右下這一塊空白的三角形 所以首先我們先求兩直線的交點座標 P的Y座標 這個Y座標就會是空白三角形的高 底邊就會是14-A 接下來我們就拿大三角形 扣掉空白的小三角形的面積 那就是題目給定的面積213 從這裡我們可以解出最後A的值有兩個答案 6或是22 滿足A在0到14之間的範圍 所以我們取A等於6